农村小哥剪石头 一个草花蛮脑石 这个石皮是白色的 这里被敲烂了一个角啊 发现里面有黄色的水草花 外表看起来没有裂 打算给它切开 看一下里面到底怎么样啊 这边有一个面积比较大 直接给它开大片 看一下能不能出手镯啊 因为草花蛮脑石 只是欣赏它里面那些花纹 跟那些颜色的啊 它不适合雕刻 所以只能做些手镯 或者吊坠牌子 珠子之类的 就是说只要是不雕刻的 做出来的效果都是可以的啊 好我们给它切一下 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花式 到底怎么样 敲口表现满满 黄色水草花 刚才给它切了一刀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来的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的一瞬间啊 哇塞 有点尴尬 这里面非常多的小洞啊 密密麻麻的 整个石头都布满了 然后上面的水草花 还是很黄啊 就是因为这个小孔啊 影响到了整个料子啊 不然的话 出手镯都可以 因为它上面没有裂啊 这些看起来有点像那种灰色的地方 它现在是玛瑙质 我们给它打个灯 看一下透度啊 这个透光 中等吧 因为它没有那个水草花的地方 它这个光还是很透的 这一块素杨说里面有很多小孔啊 但是用来当个摆件 应该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主要就是欣赏上面的纹理啊 或者是把它放在那个鱼缸里面 当一个假伤的造景啊 扔掉它嘛 也是挺可惜的 所以就给它留着 当一个观赏吧 农村小哥捡石头 今天又成功的报废了一个石头啊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